今天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午后对流发展 那同时在西半部的平地也会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那要比较注意的地方呢包括了南高平地区 以及西半部比较临近山边的这些乡镇 在中午过后降雨的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 那由于午后雷震雨常常带来显著的瞬间的短时强降雨 那今天的中午过后这段时间也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或是小范围的好雨出现 提醒大家中午之后外出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 并且多留意气象局发布的特报或者是及时讯息